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給大家看一個很壯觀的東西 就是 一大堆的鋒利發電機 就是過去收集的非常多的這個亞麻 或者叫大麻纖維 這麼多又沒有地方可以用 所以我乾脆就一口氣 蓋出了一大堆的鋒利發電機 所以說也算是增加我們現在的發電量 我們現在總total的鋒利發電機來到了12台之譜 基本上就是找個地方往上蓋 然後水利發電機一樣 我們也多加了三台 所以現在總共有7台水利發電機 所以如果一台水利是60的話就是420 那一台鋒利是20的話 12台就差不多是240 所以我們現在的發電量大概可以來到660RF 那扣掉一些能量損耗算600RF好了 雖然說也沒有說非常多多到誇張 但是600RF呢 我們光靠免費能源就撐起600RF 也算是一大挑戰還是一大奇蹟之類的 我們繼續做我們這個鋼 當然我們因為有發電量增加了 我們挖礦機運作的速度也提升了 現在已經有100多個鐵錠 持續在增加當中 當然我也是農了很久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 這個夏末已經到月中了 再過十幾天就要到秋季啦 不過因為時間已經來到這個夏末 已經有些農作物開始成熟啦 那我現在持續來收集我們這個YAMA 之後或許還會繼續做蓋我們的這個風力發電機 好啦就是我們的農作物呢 可以看到已經8、90%有些已經 我已經採收過一次讓它繼續種 我不曉得到冬天之前這個長的大嗎 我有點懷疑 當然因為我們這一批農作物 我種植時間已經有點晚了 所以就期待它可以長大吧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農作物已經成熟了 基本上這些都還沒有 這個Year 這個顏色 這個玉鼠鼠 已經成熟啦 我種了一大堆這個澱粉類的東西 因為其它這個蔬菜類的 喔好多喔 其它蔬菜類的我們可以透過那個 海草取的 水果的話那個當然沒辦法種 然後肉類的話我們可以靠釣魚取的 然後起司的話當然也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最缺的就是這個 五谷雜糧類 澱粉類的東西 我叫Grain系列的東西 那一樣我繼續把這個種下去 不曉得它在冬天來臨之前還有辦法長大嗎 反正這兩排就是今年要種的田 明年的話就換這邊種啦 因為我們這個大麻它不是TFC的農作物 所以種下去應該是不會消耗掉我們土地的營養 那再來我們的水果樹的話看起來 這個梅子樹還沒有 開始成熟了 因為現在是這個夏末 我們的梅子樹其實還可以再成熟一次 所以OK 看起來已經有一些開始陸陸續續成熟了 就期待之後大豐收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麽事情呢 上一集有說過我們已經把TFC一些科技像 近期能玩的都玩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要玩的就是這個蜜蜂 養蜂類的東西 不過呢我先把我這些農作物給它丟回去放吧 然後這個玉鼠鼠的話它已經算是去過外殼了 所以不需要再經過強化一次 我們直接把它對切 然後呢放進這個罐子裏面 丟給你丟給你 不過呢在養蜂之前我還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碳礦機其實一直持續都有在碳礦 就在剛剛我碳到了一個 似乎還蠻不錯的礦脈喔 來拿我們的說明書看一下 好 好 那我們碳到了什麽礦脈呢 我看一下喔 喔 我有碳到這個煤炭礦脈 這是我們之前有說可以直接挖到這個煤炭 跟鑽石礦的礦脈 還有另外一個礦脈 我記得是這個 Pyrite Pyrite 好 不管它怎麽唸 它是一個百分之百純的鐵礦脈 現在我們用的是青金石礦脈 可是青金石礦脈的話 其實我們青金石已經過多了 我們用不了那麽多青金石 然後它鐵礦脈挖到的機率只有 差不多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所以我想要把我的挖礦機做個轉移 我們的新的鐵礦脈在那個地方 把標示出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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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麽遠嗎 好 這個 ON 就在那個地方 拉電線應該是拉的過去 所以我打算就是 把這個挖礦機給拆了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樣怎麽獲取鐵礦的速度可以更快 這個礦脈 就是這個chunk的礦脈還沒有挖完 一個礦脈可以... 如果你全速運轉的話 你可以挖144個遊戲田 那我現在不是全速運轉 所以當然不可能挖完了 現在我看應該還有一半以上的礦脈 只是因爲我現在想要轉移到新的礦脈了 所以我們就... 要拆它嗎 先鋪電線好了 讓我們讓它繼續在這邊挖 我們先鋪一條新的這個電網過去 我們的電線桿在這邊 然後... 還是用中壓的好了嗎? 算是用高壓的可以拉比較遠啊 要拉高壓嗎? 其實我不太想拉高壓的 我們目前用中壓的原因是因爲我們的發電量 這麽多發電機才600RF 還不到1000 所以用中壓的就好了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用高壓的 不過高壓的話 會有個問題 因爲我們這個... Immersive Engineering它的電線是會有能量損耗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除了基礎的能量損耗之外 它還有一個額外的能量損耗 這個額外的能量損耗是怎麽運作的呢? 就是... 當你的電量的輸入量 遠小於這個電線能夠傳輸的量的話 就會產生額外的能量損耗 什麽意思呢? 比如説我們的風力發電機 它的能量產出是20RF 那我們接了一個高壓的 最多可以支撐4096RF的高壓點 如果你這樣接的話呢 它會產生額外的能量損耗 就是它的... 那個能量的輸入遠低於它的能量上限 可以增加好幾%吧 就是比如説原本是2.5%的能量損耗 差這麽多之後呢可能會增加1%到2%的能量損耗 反而會滑不來 所以最好呢就是挑選最符合它電壓的電線 但是也要注意哦 會有...也要考慮基礎能量損耗 我們低壓的電線它的基礎能量損耗是最高的 所以稍微計算一下 可能還是用中壓的會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就還是用中壓電線 從哪裏接過去啊 從這裏接過去好了 因為這邊是接給發電機的 所以我們有這麽多的這個電線桿 然後我可能需要再多做一些中壓的電線 好,我們來開始鋪這個電線桿和電線吧 那中壓的最遠只能拉到16格 所以說呢 這個差不多每一個chunk都要放一個電線桿 當然盡量拉越遠越好 所以從這個地方開始接的話呢 拉到這一格如何 先從這邊開始 我們的錘子 這邊敲一下 MV的接到這邊 好,太遠了 所以我要再往前面拉一點 好,我決定來做一個捲齒來做個輔助 因為這樣可以方便來計算16格遠距離 所以說它配方有新增了一個新的配方 我們就直接用它的新配方法 然後加一個rope 沒有rope 沒有rope嗎 好,現在沒有現成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一個 1,2,3,4,5 一個rope加8 這個warrior 可以做到這個中間reel 後來我們還要再圍繞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這是原版的鐵錠 它 TFC能不能弄這個東西 所以它直接改成用鐵板 加上這個按鈕 所以我們木材換成按鈕 跟這個平滑的石頭 也變成石子按鈕 另外再做兩個鐵板 也剛好是4個鐵錠 來 1,2,3,4 然後呢 我現在用的是 應該是金屬板吧 來 好,我們做出這個tape measure measure 那這個它就是在一個地方點一下右鍵 到另外一個地方再點一下右鍵 它會告訴你現在的距離 那如果你ship加右鍵的話 可以切換它的模式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切換成這個 對角線模式 它會告訴你這個點到那個點的 經過計算的差不多的距離 如果你沒有切換的話呢 到這邊 它這個就會直接分開來 比如說 什麽方向是4個什麽方向是11個 那我們immersive它應該是用這個方法來計算的 就是告訴你這個直線的直接距離 所以 可以上來 然後點它 然後呢 電線也點一下 好,我們拿這個卷尺就可以大概直到這個距離 到這邊是16個已經超過了 這邊15個 16個 大概因為有包含了這個 直角線下來 所以 可以的話呢 最好還是鋪個電線桿 然後爬上來 這邊17個所以超過一點點 就鋪到這個地方來 好 這個槌子 拿起我們的卷尺 到這邊也是17個 這邊也是17個 那如果再過來一點 好,這邊就是16個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邊就可以了吧 我們拿我們的電線點一下 好,接過來了 所以用這個卷尺的話 你就可以方便知道這個直線的距離 就不用再計算這個三角函數 好,這邊就是最後一個點啦 這邊是14個 就是這個chunk 再回去接一下這個電線 接到了 然後這個電線的話呢 它說明書是有說 這個 這個電線走的地方是不需要chunk load的 但是這個connect它本身所在的chunk 是需要chunk load的 所以說 每16格 最常16格 所以幾乎每一個經過的chunk 都還是要chunk load的 所以說 到這個地方嗎 這個地方也要chunk load 所以說我們的電線就從這邊接過來 然後在這邊開挖礦機 旁邊的話呢 我們也正在探礦 看看有沒有探到 這邊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邊呢 也什麼都沒有 OK 繼續探 我們往這個地方 那現在除了 除了鐵礦啊 鑽石礦之外 我還想要探到一種礦 礦麥 沒有,之前想要探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迫切必要了 就是那個鑰礦 或者那個叫什麼 Pitch什麼什麼鬼的 Uranium 這個Uranium礦麥它可以挖到這個 Pitch Blend 跟這個 鉗 那Pitch Blend的話其實跟 養蜂有很重要的關係 是本模組包的設定 但是後來我有找到它的 TFC自己的礦麥 所以 現在也不太需要找到這個礦 就 不是很重要 我們繼續來 其它地方看 反正呢 現在我們這個用高壓電池 它一顆電池就可以用很久 所以就放著讓它一直探沒有關係 我也用兩台了 這樣探速度會更快 好啦,那我們 我們這個電線鋪好了 我們終於可以來搬移我們的挖礦機咯 好的,我們 風力發電機 應該說發電系列 增強之後的挖礦速度真的有提升啊 再加上剛剛也有下雨 不過我們要把它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來專心幫我們挖這個鐵礦 來吧 就到這邊為止 挖掉 中間的它還在動 真神奇 雖然有在轉,不過也只是 裝飾而已啊 好像沒有實際的意義 好吧,我們繼續把它通通挖掉 好,蓋完了 我們來把它完成 這個裏面也弄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箱子給擺回去 拉桿也擺回去 有點暗了,插個火把 好呢,電線接上 這次的方向剛剛好就在電線輸入口的旁邊 所以會比較方便 接上一條電線 開始在運轉啦 那因為現在電比之前高一點點啦 所以運轉速度看起來又比較快了 當然我們還是一樣從這個地方來接收我們的產物 那理論上之後挖到的每一個礦都是鐵礦啦 就不會再挖到其他的 像我們上一次是會 青金石跟鐵礦的混合 然後這個看起來又有挖到泥土啦 所以我們要再幫它清掉一層 讓它能夠早一點進入狀況 不然現在可能會挖到一些泥土 會影響到它的效率 是不會影響效率啦 就是 它會先挖一點泥土才會開始挖鐵礦 然後這個地方確定有Chun Loader 來吧 有沒有鐵礦準備要被挖的呢 有了,這個就是鐵礦了 所以理論上之後我們獲取鐵礦的速度就會更快 那目前的話 我仔細看了一下配方 呃... 似乎又沒有挖到鑽石礦的必要了 總覺得每一次 每一次看我這個配方都有新的發現 之前看配方好像是說 之前好像說要挖到鑽石礦麥的原因 是因為Mekanesan的 這個Digital Miner 這個M-I-N-E-R Digital Miner它需要一個 Teleportation Core 它就需要一顆比較大顆的鑽石 這個大顆的鑽石只能透過 你挖到鑽石礦麥去磨出來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 這個Immersive的挖礦機了 所以也不一定真的需要用到Digital Miner 這個已經非必要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省略到挖鑽石礦那個 很麻煩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專心的來挖我們的鐵礦 好,我們終於可以開始來養我們的蜜蜂啦 那蜜蜂的話呢 我們要先去野外採蜜蜂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捕蟲網 叫Sculpe Sculpe 那它需要一個羊毛 這個羊毛的話呢 就是用TFC的羊毛布去轉換的 那羊毛布的話就是要用Wall Yarn 去織布機織出來的 最終我們之前採了這麼多Wall Yarn 終於有用處了 來吧,我們多做一些捕蟲網 因為一個捕蟲網它的耐久度沒有說非常高 所以我們做兩個好了 好,做出這個Wall Cove 就可以轉換成這個圓版Minecraft的羊毛 然後呢再搭配這個木棍 好,我們就可以做出這個Sculpe捕蜂網了 一次做兩個 就可以出門去採蜜蜂啦 之前在家附近就有不少蜂蜂啦 比如說這個Wing Tree Hive 敲掉它 就可以得到這個 一隻公主蜂、一隻公蜂 跟一點點這個蜂蜂 Comp 然後 我是記得我家附近有不少蜂蜂啦 可是我之前一直沒有記點 所以我們乾脆騎馬出去好了 我們就一次採一堆蜂蜂回家 然後我們的 這個 來吧 好,這邊有一個蜂巢 這個是Moldest 然後TNFC它有說 它沒有為這個靈業蜜蜂進行生態域的區別 因為原版的靈業啊 它會根據你的生態域的不同 來撒布不同種類的蜜蜂 但是因為TNFC它不太一樣 它的生態域規則是很特殊的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TNFC架構下 這靈業的蜜蜂就是隨機 分佈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 就沒辦法用之前的那個 靈業的邏輯概念去判斷說 什麽樣的地方會踩到什麽蜜蜂 這個馬可以跳多高 唉唷,可以跳這麽高 Nice 好的,我們兩個補充網都挖斷了 但是附近還是有蠻多蜂巢的 那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 所以其實在TNFC這種地形下 蜂巢也不會很難找 隨機灑在這個地圖上 只要再空旺一點地形的話 不要被樹擋住 還蠻容易看到的 但是種類其實也沒有很多 目前我只找到這個Wintree 東風 冬季風 還有Modus 平原風 還有一個Mush...Mushry 這個 有點像沼澤生態魚的蜜蜂 那 基本上在TNFC的情況下 養蜂能做的事情有限 如果你沒有一個自訂性的配方 基本上就是拿來做這個郵票系統 那如果你有這個 自訂的話 像TNFC 這個養蜂可以來做岩漿 還有一些比較稀有的材料 這個怪 這數量滿滿是阿 摸摸錫阿 靠我這個神迴避 很暗 之前我有說他在這個道路鋪南瓜燈 結果還是沒有鋪 太懶啦 來來來 當我們平安回家之後就可以來 做一些蜂巢的事宜了 好,我們找到的蜂巢和蜜蜂有這麽多種類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先做哪一種類型的蜂巢 最基礎款就是B-House的 它很便宜,就只需要一個Comp加上一些木材就做出來 那如果要進階一點的話呢 就要APIARY APIARY的話呢 它一樣是木材 但是中間這個核心 是用這個 原木 搭配這個種子油 就可以直接做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 種子油很多 炸種子油不成問題 我們只需要做出這個Carpenter就行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Carpenter會不會很難做 它就是一個 Staticasing 就是機構加青銅玻璃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青銅片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乾脆就先來做這個Carpenter吧 做個一台就夠了 所以我們要多少青銅啊 它就是青銅、青銅、再青銅 跟玻璃 玻璃那邊應該有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省略這個B-House 直接做出APIARY 但是B-House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優點哦 帶我說來 就是我們的B-House 應該這樣說好了 我們的蜜蜂在林業的某一個版本之後 就會有分成兩種基因的品性 一個是優良的基因 另外一個是劣勢的基因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要怎麼知道它是不是優良跟劣勢呢 直接看它的這個說明就行了 比如說你指著它 它第二排有一個黃黃的英文字 叫做Pristine stock Pristine就是優良的品種 那這個品種的話就可以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永遠不會消失 就是它的基因是非常強勢的 那這個另外這個 Ignoble Ignoble stock 就是劣勢的基因 那這個的話呢 你如果用這個APIARY 就是APIARY的蜂巢去養的話 在某一個世代就是可能傳個幾代 或十幾代或幾十代之後的某一個世代 可能會吸下五子 就是女王蜂會無法產生任何一隻的這個公主蜂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辦法繼續繁衍下一代了 那它的這個基因就會斷掉 就是 對它的遺傳就會斷掉 所以說 在比較好的情況下的話 盡量收集這個優良的品種 這個弱化品種的話呢 如果你用APIARY來養的話 就是總有一天可能會消失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BHOUSE 就是比APIARY差一點點BHOUSE去養的話 就會忽略掉這個優良品種跟弱勢品種的基因型態 那用BHOUSE去養的話呢 它絕對不會消失 但是BHOUSE有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 另外安裝這個蜂巢版 蜂巢版的話就可以增加一些升級 比如說讓它這個工作速度快一點啊 或者是 如果你有附加模組的話就是可以讓 這個養蜂的這個 產量高 生命增長 生命縮短 或者是增加突變機率之類的 總而言之呢我們先做Carpenter吧 我們需要很多的青筒 那就是12345678 我們把它做成這個片 然後再外加123456 6個青筒跟2個玻璃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需要 電線 我們用高壓的 還有這個高壓電線 好 所以說呢 12345加上這個槌子 就可以做出這個Casing 然後玻璃 青銅錠 做出這個Carpenter啦 那我們要怎麼炸這個種子油呢 很簡單就靠這個Industrial Scraiser就行了 它可以像我們炸這個Honey 或者炸這個種子油 Plant Oil 也不對哦 它這個不是種子油 這個是植物油 嗯 這個跟種子油畢竟不一樣 所以說 好吧還是要用這個Squaser 靈液自己的Squaser來炸種子油 來 我們需要另外做這個Squaser 一樣是這個青銅機構加上這個錫 對不對 12345678 青銅錠 還有這個錫 加上兩個玻璃 好青銅錠 這個1234槌子 機構 好錫錠 玻璃 做出這個Squaser 看一下它的配方 這個的話呢就是應該是塞種子進去就行了 它好像還可以增加不同的升級 這個是新的 這個以前舊版靈液是沒有的 反正呢應該是放種子進去就可以炸出來了 那 因為不能用這個了所以我們 另外找個地方 放在這邊好了 我們還要接點 那我們就是這個Squaser 那這個種子油炸好之後要直接輸送過來 所以我們需要水管 水管的話 Mechanism嗎 我來看看 我記得我之前有試著做過Mechanism的水管 在這邊 可是Mechanism水管要讓它能夠抽出來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Configurator Tool 不曉得會不會很難做 來青金石鋼 跟這個Energy Tape 唉唷好像是做得出來唷 我們來做一個Configurator Tool 有了這個工具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自由的調整Mechanism的管線了 所以剛剛看到的新 新 新 新錠是哪一個 這個 這是Silver 這是混合 好像沒有現成的新 所以我們要去燒一點新 好 新錠 所以說 新 黃金 銅 跟 跟什麽 跟這個 晶片 這個合金 還有紅石 做出這個Energy Tablet 然後呢 還有加什麽 鋼片跟這個木棍 來,鋼板 這個Tablet 然後青金石塊 就是青金石圓框 就可以做出這個Configurator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怎麽充電 好 我們做個Charger吧 Charge Charge 我們可以選擇Mechanism的版本也是行啦 它只需要鋼錠跟這個就好了 可是Immersive的也不錯啊 各位覺得呢 我看看哦 它這個需要其實兩個差不多 不然我做Mechanism的版本好了 感覺比較酷炫 只是我們需要更多的這個晶片才行 另外一個Energy Tablet 然後我們需要兩個鋼錠 這個壓力板要怎麽做呢 平滑石頭 應該家裏還有一些平滑石頭可以用 來,1,2,3,4,5,6 三個十字壓力板,Tablet 跟兩個鋼錠就做出這個Charge Pad 好,那Mechanism這個Charge Pad 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 站在上面就可以觸發它的充電功能 就不用打開GUI介面 然後再把控器放進去充電 是蠻方便的 只是這個工具我要塞哪裏比較好啊 我覺得放這裏比較好 只是我每次 這個水桶被我移來移去的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把它擺在哪裏比較好 不然還是放這邊吧 這個水桶是之前想說 如果直接從工匠房把金屬錠拿過來的話 要冷卻 它其實現在也不需要了 不然我把它敲掉好了 已經不需要這個水桶了 好,Charge Pad的話擺這邊 因為我們需要接電線 因為我們需要接電線 高壓電 接後面 不太想接後面 來,再來一次 可能是因爲 接觸面的關系 有了 有了 這樣電就進來了 然後 站在上面拿著工具就會充電 就會聽到這個 的聲音 好,充好電了 那我們就可以 終於來調整我們的管線啦 然後我們把這個卡片放在旁邊 那就拿這個Configurator Tool 應該是這樣子吧 Configurator Ship加右鍵就可以調整它的IO 像Push模式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英文是什麽意思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管線來分別 這個 看孔縮小的代表是輸入孔 孔放大的代表是輸出孔 然後它不需要紅石來做孔子 它會完全自動導出 所以說呢 我們去拿一些種子 然後等下也要鋪電線 那剛好我們 這麽多集以來收集的這些 大麻種子 正好可以給我們來炸這些種子油啦 它應該可以炸種子油吧 希望我不要搞錯 可以 畢竟它還是種子 我們也拿一下這個高壓電線 一個兩個 剛好兩個 高壓電 高壓電 給你 給你 然後呢 種子放進去 這個 打成種子油速度還挺快的 一個種子變成20MB 看起來沒有說比較 多 100MB 這個是要靠林業自己的 這個樹種才行 所以一般種子的話 通通統一都是20MB 然後看起來 Plan Mega Pack的 食物也可以炸成種子油 好 總而言之呢 炸成的種子油就會直接透過管線 有沒有看到 好 抽出 放入Carpenter 我們的Carpenter 就可以來製造 我們這個靜置過的核心了 來 我們去拿原木 說到原木的話 我也把存放的這個Barrel 升級了 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 再一直放更多Barrel 木頭存量越來越多 已經連兩個Barrel都塞不下了 所以說看起來哪個木頭這個比較多 就 先試著做兩個Apiary就好 有沒有不確定之後要養多少 我們這次養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求到這個 岩漿蜜蜂啦 除此之外別無塔球 所以醬子的話就可以合成我們的靜置過的核心 然後有了靜置過的核心之後再搭配木材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個Apiary 所以 所以 需要這個木材跟木板 把我們的種子多放一些進去 讓你炸 OK,Apiary就出來了 那這Apiary的話呢 其實就是蜂草啦 然後 需不需要見光 需不需要下雨天 需不需要防雨的話 是根據蜜蜂的蜂種來做決定的 並沒有一定說一定要放在室外 而是大部分初始的蜜蜂 都要求必須要在室外可以進陽光的地方 然後必須要在晴天 必須要在白天 的時候才能運作 像現在下雨的話就不行 所以我們 養蜂養在哪兒啊 養在 不要養太遠的地方 就這邊就好了 會比較方便 方便管控 這個也要等雨停才行 不然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目標蜂種是什麽好了 所以如果我們最終要能夠萃取出這個岩漿的話呢 就是這個玩意兒 那這個就是用這個去Centrifuge 然後它蜜蜂有分成三種 Singster Fandish 跟Demonic 那光看NEI的配種的話 你會想說 這個不是要去地獄才養得出來嗎 那我們TNFC就 做出一個獨特的配方 就是這個釉礦 我們的Uranium的用法就在這邊了 任何一種這個女王蜂 搭配一些固定材料跟釉礦之後 就可以強制突變的意思 就是突變成你要指定這個蜂種 所以我們如果要養出岩漿的話 可以是Demonic Singster也可以是Findish 那我們現有的礦物的話 這個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它本身就要岩漿了 所以我們可能是這個Straultium 或者是Scapulite 這個Scapulite是螢光粉的礦石 這Straultium的話是烈焰粉的礦石 那我們之前呢 應該是我之前去 去採那個Limestone時候 就有挖到一些Straultium 在這邊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突變成這種蜜蜂 但是我還沒有去挖這個釉礦 所以等一下白天之後呢 我要去挖一些這個Uranium 好白天啊,那我剛剛去確認一下 挖礦記憶的這個作業 我們挖到了一組多的這個鐵礦 哇塞 這個果然百分之百鐵礦挖掘 這個速度快多啦 好啦那我這次釉礦的話 其實並不需要挖很多 所以我這個沒有帶太多罐子 只需要足夠的量就好了 來吧,再來起碼出門 雖然說也沒有很遠啦 就在我們家附近而已 那這個釉礦有多近呢 就才剛出來而已 就在這個地方 Peach Blend 那其實我之前也有發現過 螢光石的礦 只是我沒有去挖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個礦是幹什麽用的 所以我就放著不管 現在剛好需要啦 但是我手邊沒有螢光石 我只有挖烈焰粉的礦而已 好啦那這個釉礦賣的話 看起來在很深的地方 應該都只有Found Trace 我沒有發現什麽Small啊 或者是Medium啊 就只有Found Trace 非常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這個地方往下挖好了 然後 我居然忘記帶這個足夠的木棍 我剛剛找到一個尺寸 你怎麼想沒有 我被揖到這也不會是 你怎麼想想 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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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了兩組多一點點 其實這個礦麥真的還蠻小的 或者說超級小 或者說可能這個右礦的礦麥本來就很小吧 不過還好我們用量應該不會很大 那我們看一下拿什麽蜜蜂來轉餒 我們的冬季蜂 還蠻容易找到的,所以我們就拿 其實我不曉得如果拿這個ignoble去 用合成的 這個...不曉得,我不ok 诶,試試看 我看一下哦,因爲它其實也沒有說 對,是任一種女王蜂應該都可以吧 所以應該合成出來都會是這個强勢品種的 所以我們就故意拿這個弱勢品種去試試看 那我們就... 應該就可以了 即使是在這個不適合工作的夜晚 它們仍然是可以這個產生女王蜂 就放進去,然後它們就會這個... 叮咚,變成女王蜂 然後再來是這個stronium 1234 我們應該就可以合成為這個...我們夢寐以求的 啊...沒有 但是我搞錯配方 好的,那我稍微查了一下資訊 這個NEI顯示其實不是完全正確的 NEI它寫的是什麼蜜蜂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要做這個... 這個Singster 根據NEI說法是Queen 但其實呢,這個它要用的蜜蜂是有特別的 我們按下這個I 好,這是InGameWiki 然後這邊有個B Recipe 這個才是正確的配方 它其實是有一些蜜蜂是... 什麼蜜蜂都可以的 Any Queen will do 但是輪到這個... 地獄種的這個特殊蜜蜂的話 就有特別的喔 像是我們這個Singster 它就說必須要這個Tropical 叢林蜜蜂才可以合成 好,那叢林蜜蜂怎麼得到呢 好像配方是這個吧 就是它需要這些4個特殊的木頭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4個特殊的木頭是什麼鬼 啊... Catpoke 然後去搜尋一下這個Catpoke 其實就是原版Minecraft的叢林蜂啦 那其實這個TFC的術種都會跟溫度有關 有關聯 所以這個叢林蜂的話呢 聽說是要在溫度... 我們的周圍氣溫 我現在是24、25度對不對 要到達這個溫度差不多是40度的地方 才有可能會遇到這個叢林蜂啊 呃... 言下之意呢 就是我必須要一直往南方跑 跑到熱帶地區 然後才能找到這個叢林蜂 所以... 今天大概是沒辦法養蜂啊 不過今天時間也超時蠻久了 做了蠻多雜事的 所以... 就讓我私底下跑圖往南方跑吧 就看能不能... 一直往南跑 順利找到我們這個巨大叢林蜂 然後就可以繼續養我們的蜜蜂啦 所以今天這集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個蜜蜂... 中斷了 因為這個找不到適合的這個樹種 來看一下這個挖礦機怎麼樣 哦... 54個啦 nice 好 接著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一次可以養到蜂 但是如果下一次沒有找到樹的話 那可能就... 要... 改做其他事情啦 那就... 謝謝大家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訂閱 不可以不用兩張 訂閱 哦... 不同鈴鐺